尊贵的享受 浪漫的私人空间 明智之选 成就卓越人生 打造城市综合体 时尚生活触手可及 生态空间 品味休闲 健康住宅 都市精品 爱家 才是好男人 离繁华不远 离大自然很近 王府井 King Square第二期五星酒店及公寓 7月9日公开发布 好 继续回到刚才有段时间 这次和大家看看今星期的一些经济数据 如何影响到市况 Harry 今星期大家似乎 焦点又集中在经济数据方面 这个星期的数据如何影响到市况的走势 因为今星期的数据是同步数据 比如说工厂订单很明显反映了上个月 都叫同步了 现在的经济状况是怎样的 也有ADP 后日之后ADP 就是私人企业的失败三中 然后星期五就有失业率 这些全部都是反映了现在的状况 因为你不要忘记了 那些美国人的工作是影响到他们的消费意欲 因为美国是一个消费体系主导的经济体系 如果你说这个状况比之前的几个月好 很明显市场是喜欢的 为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企业 虽然你说根据第二个季度 亦都开始企业要公布业绩 你不要忘记了 企业已经连续很多季度比预期好 你看到裁员一直都这样裁员 他们在省成本增减架架方面 你只是可以去到一个限度 你说不可以说全部公司的人炒了 那怎么做呢 那情况之下 他们再想有盈利的话 真是好看大卫 那么这个礼拜 真的可以给大家一个大卫的出世点 如果是向好的话 最好就是我们叫做明显向好 如果明显向好就是好了 那市应该可以继续有机会推上一格 你说如果你是平平无期或者缩的话 大家小心会波动一点 因为我不觉得如果大卫是差的话 你那些公司还有什么板斧可以拿出来做 因为大部分很多公司 大家看到公司的毛利率 我们也看到我们有个叫 gross margin的分析 也看到公司的毛利率 去到这些位置 也可以说再上去的空间就不太大 可以看看几个图表 这星期也会公布在美国方面的失业率的数据 可以给大家看看 这段半年的失业率方面的变化 其实都大于维持在9点左右的水平 没错 这个微微向好大家看到了 因为它上到顶之后 打横行了一阵之后微微向好 是好是坏的 是好是坏的 你看到是好是坏的感觉 是好是坏的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最近这段时间上升上去 但是它连续上升了很久之后 它也下降了 接着最近两天抽上去 工厂订单就是上一个月 我们四月份有一个比较出人意表的好的预期 你说今个星期是怎样的话 那些人都是期望它稍微向好 但是你说如果它突然间跌下去的话 市场今晚会有点震荡 再来看看美国十年债券息率的走势 是的 最近的息率又扯上去 是的 其实美国十年 我们为什么要选一个途出来说呢 就是你看到现在这个息率 已经是没有了意思的 原因为什么呢 因为联储局做了一个量化宽松之后 十年债息率 由于联储局现在是最大的债市 一个市场主持人 换句话说 它就可以控制到息率的走势 它按得这么低的话 已经是没有了意思 已经反映不了真的通胀预期 或者风险预期在里面 那它走回上去 如果美国再不改善它的财政的话 它一直跟着 一直印银纸 或者看到它的经济一直不停差的话 这个息率是唯一真的一定要上 那时候到时连联储局都可以阻止不了 这个大家看着 如果息率上得太急的话 是对股市不利和对经济发展不利 最后看了美国的消费者开支方面的数据 消费者开支方面 亦都是市场很关注 看到最近的开支 微微上升了一点 上升了一点 这个消费者开支 我们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数据 虽然不是今个星期公布 我们拿出来说 如果你的失业率 你会一直不停跌下去的话 消费者信心指数是上升的话 那开支自然就会上升 那开支上升的话 亦都是有利于股市的发展 没错 今个星期都有不少的数据公布 也是很重要的数字 大家都要留意着 当然了 事实上我们WOW TV的长期节目 都会详细和大家分析这些数字 说到这里 今天节目时间也够了 我们明天早上同样时间 在九点钟继续在财经三个零 再见 拜拜 拜拜